整个新闻点提供您理财新视野 观众朋友晚安 我是曾中玉 美国的通膨终于回落了 去年12月份公布出来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不仅比前一个月7.1%大幅回落 而且还是连续第6个月放缓 联合新CPI的年增率也下滑 创下了2021年12月来的新低 那虽然这份报告进一步的证明 物价的压力已经鉴定 可能让联准会有理由 继续放卖升息的步伐 防止经济出现更严重的衰退 但是通膨降温的速度 仍然让部分的交易员失望 因为他们本来期待有更大的降幅 所以美国股市昨天开高之后震荡走低 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美国昨天公布的这份最新的数据 那当然从报告当中看到的是 去年12月份的CPI指数6.5% 这个数字刚刚好符合市场的 预期 那如果来跟前一个月7.1%比较的话 可以发现哦 从7.1%降到6.5% 这个数字可以说是大幅放宽的 而且呢 这次公布出来的数字 已经是连续第6个月放缓了 创下了从2022年年中达到高峰以来 连续6个月都在下滑 那这样的结果无疑是让市场上打了一记强心针 CPI在下滑 那核心CPI的部分这次表现也非常的出色 所谓的核心CPI呢 就是扣除掉食品 扣除到能源成本 像是比如说二手车市场啦 房屋租金市场啦 等等其他的这个数据组合成的核心CPI 这一次公布出来年增5.7% 这个数字同样也是创下了2021年12月来的新低 也是从前一期出现比较明显的滑落 所以呢 从这一次CPI的数字看得出来 美国的通膨真的有持续的在放缓当中 甚至还进一步的证明物价的压力 真的在去年见到高点之后 就已经见顶开始往下滑 那外界也在猜测啦 这一次是不是能够让连组会再次的放卖升息的步伐 那虽然从数据来看 通膨真的有在放缓 真的有在降温 可是从细向来看的话呢 其实还是有些猫腻哦 虽然商饼通膨跌到了2021年2月来的新低 但是啊 在服务指数在房租的部分却还是在持续攀升 我们就从住房的部分来做观察 因为住房成本是最大服务占百分之三分之一 这个目前为止的这个数字的组合的细项 那住房成本的部分呢 这一次是增加了百分之零点八 美国去年12月份这个住房的成本就成长 甚至比去年11月份还要加速 另外在租金的部分 租金业主等值的租金呢 同样也上涨了百分之零点八 那这些数据其实都透露出来 目前为止美国的通膨还是有部分的这个细项是居高不下的 那对此呢外界也预估联准会未来呢会进一步的升息 那可能要停下来 要评估几十年来这种最激进的紧缩对于经济的影响 那至于专家们的看法呢 则是普遍认为说 美国去年12月份CPI的报告大多对联准会有利 让他们能够在下一次的会议上有机会进一步下调升息幅度 之前都是三码两码这样升 那这一次呢可能升一码就够了 同时他们也预估联邦基金利率呢将会在三月份 就是达到5%这样子的高峰 好三月大概达到5% 那至于会不会突破5%呢 他们认为大概应该就是这样的水准了 好大概今年就是维持在5%的一个高峰 要维持好长好长一段时间 因为通膨虽然在迅速的退烧 但是呢还是相对比较高 你说公布出来6.5%虽然有下滑 但是距离原本2%的通膨目标 还是有一段好大好大的差距 所以呢联准会在这里呢 固定维持高利率应该还是要一段时间 那在市场方面呢比较保守看待哦 因为市场认为这一次通膨降温的表现 顶多只能算得上符合预期 相较于先前 大家本来希望能够低于预期的情况之下 其实这一次的表现还是有一点点逊色的 所以为什么美国股市昨天开高大涨之后 反倒盘中出现了一些震荡的卖压 让涨幅出现收斂 就是因为这样的失望性压力 那CPI回落是不是就代表了联准会 可以放松升息的步伐呢 我们要来听听联准会的官员怎么样来看这一次的报告 素有英王之称的圣路易联准会的总裁布拉德 虽然他今年没有投票权 但是他在联准会里面的地位举足轻重 他认为这次12月份的CPI数据非常非常好 令人振奋 他是这样形容的 他说今年2023年通膨率可能会再下滑 可是不是这种直线就一路的往下坠 不是这样子的线图 他觉得不太可能是直线下跌 那布拉德也说联准会这一年会先发制人士的升息政策 其实是相当成功的 那这一次基准利率 终点利率大概要升到什么样的位置点呢 他认为必须要突破5%才能够压低通膨 布拉德他个人是倾向说 要尽快的调高拖延没有任何的意义 所以他认为这个利率还是要继续往5%以上来走 那对于外界认为联准会在今年就会开始降息这样的说法 布拉德说这次的通膨是朝向一个正确的方向在迈进的 目前为止的确是一切顺利 但是要从6.5降回2 哇这个过程可能还是非常的崎岖不平 一定需要让明目利率 就是利率的部分 长时间的维持在高档 至少维持5% 那就算通膨率真的已经持续走低了 联准会也不应该就马上马上降息 布拉德还重申 过去三个月的时间呢 美国的经济步入衰退的风险已经看到下滑了 软着陆的机会的确在升高当中 他们有投票权 另外一个有投票权就是费城联邦银行总裁哈克 他呢在今年是可以投票的 所以他的话更会影响到今年整个投票的利率结果 那他说了尽管联准会呢需要升息来抑制通膨 但是跟去年相比 调升利率的步伐应该能够稍稍的放慢了 不用像去年一样一次升两码一次升三码 还三码三码好几次这样子升 他觉得应该可以大可不必 那哈克也预期说今年将会再升息 他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确定的 不过呢像之前那样子一次升三码这样的实习已经结束了 哈克认为这一次呢把升息幅度降到每一次升一码 他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适当的 哈克还说如果到了要停止升息的时候 联准会可能会把利率维持在一段时间不变 等待这个货币政策生效 所以您认为联准会真的已经接近升息的尾声了吗 而全球经济有可能因此软着陆吗 请您将您的想法留在影片下方跟我们一起讨论 并且帮我们订阅按赞分享 追踪全球新观点的发烧影片